今天提到诸诗仪厌世 也就是说诸诗仪厌世 已经签化 已经签化 那么昨天晚上 我在家里 就是到了差不多 都一点 一点多的时候 我做操作 那么看到这个朱焱氏呢 他就是来了 那么我就准备请他坐 法床的第一个位置 那么他也上了法床 也坐了第一个位置 但是有一个现象产生出来 有两个现象产生出来 他坐在第一艘法床的第一个位置 他坐在第一艘法床的第一个位置 全部出现了朱焱氏 也就是本来超度他一个人 结果他每一艘法床的第一个位置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诸诗仪厌世做的 所有的有缘的中阴 都看到 都看到 诸诗仪厌世的身上 放出光明 在他的身上 有无量光 有百宝光 有清净光 很多的光明在他的身上 百宝光明 这个清净光明 跟无量光明 都在他身上显现 所有的有缘中阴都喊 今天是菩萨来领堂 很快的所有的千梢法床 全部飞上虚空 而且齐生念佛 念法 念身 那个法床呢 也就很快的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有缘中阴 全上了彼岸 这个时候啊 诸诗仪厌世 就融入 来迎接的阿弥陀佛的身中 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四智菩萨 全部来迎接主使 那这样子啊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是我在超度 还是他在超度 真的搞不出经啊 搞不出经啊 我本来是用千梢法床超度的 他一来 他坐上第一个位置 他一个人就化身成为千个人 千个 然后呢 他法床就 主动的行所有的仪轨 然后就到达了彼岸 然后他就融入阿弥陀佛的身中 告诉大家一件事实 我们今天 在念着他的时候 他也下降 诸诗仪厌世 他也下降 在我们当中 就是昨天晚上 做超度的经过 做超度的经过 那么今天他很早 他也来到西雅图雷藏室 他也来到西雅图雷藏室 也跟师尊合一 这很有感应 很有感应 所以昨天的超度 等于是 我也在做超度 那么朱厌世 也在做超度 也在做超度 大家知道了 他的学识 非常的广博 朱厌世 学识 非常广博 他是台大 台湾大学 这个化学系的 化学系的 学识 然后台湾大学 化学系的 硕士 在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 物理系的 博士 物理系的 博士 美国 哈佛大学 化学 物理系的 博士 哈佛大学 这个化学 物理系的 博士 哈佛大学 美国最好的 大学 然后 他也获得了 厌世 中央研究院 的厌世 还有他得到了 非常 很多的荣誉 很多的荣誉 它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 我是搞不清楚 什么是量子力学 它是量子力学的权威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强务 我也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强务 最强的务 也是属于力学方面的 它是这方面的 权威 他的一生啊 就是跟着师尊 听法 写法 宗教信仰方面 跟着师尊 听法 写法 还有修法 他很遵从师尊 师尊之道 他的成就 非常的好 我们在这里 这个 也很尊敬他 希望他能够 以他的灵体 去教化众生 灵体 这个灵 是心 是安灵的灵 密教里面叫灵体 灵 安灵的灵 体 是身体 是身体的体 密教叫做灵体 那是至高的菩提 以他至高的菩提 教化众生 这个 能够由一个 诸食一院士 变成一千个 诸食一院士 那个就是 身外化身的 身外化身 能够身外化身 而且他可以 放出那么多的光明 等于是菩萨 而且融入 阿弥陀佛的身中 这就是 子光跟母光 互相融合在一起 这是关于 昨天晚上 独发 这个 诸食一院士的经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